好,各位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 一个建成色彩的一个绚丽的变形 先看一下画面是什么意思 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这个色彩有在有在变动 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位移这个地方变动 产生这个地方,你如果再加上Keyframe的效果 整个播放的时候,这种变幻的样子就会出来了 好,没关系,我们今天透过这个 今天加一个范例,顺便把几个概念讲一下 我们讲一下建成的概念 好,我们先透过inscape 来教一下建成,所以为什么你要学建成就是这样子 我们常常要学inscape,因为我们常常 很多东西是用这个来做的,但今天我们只在讲解一下而已 假设我们这一个是一个色块 那我们来看看建成,建成的这个作用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这样啦 没有,这是一种建成,我们也可以这样啦 只有系统建成,看看是你要怎么改变,就会是这样子 那建成有两个概念,你还要记着 一个是从这里到这里是颜色的变化 比方说这里是橘色 然后呢,我这边点一下,我点到这里来 然后呢,OK 我点到这里来的时候呢,我把颜色变成绿色 我把颜色变成绿色 然后这个呢,透明度呢,改成100 换句话说,这个地方是透明度是100 所以它基本上就变成两种颜色的交融 这个是100往下 这个是100往下 就会是这样子 那通常一般而言 通常一般而言 这是两个颜色的 交织建成 一般而言呢,我们通常就是一个颜色 你看看 通常我们就是一个颜色 sorry 建成啊,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颜色 一个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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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呢,刚开始这个地方透明度是100 然后慢慢慢慢变变变变变到这个地方呢 透明度是0 就是由透明到不透明 就是一个我们常看到的一个建成的一个变化 你知道是两种状况 一个单一的颜色 它的透明度 从100到0 一个是两个不同的颜色 都是从100 都是从100 它从100往下 这个地方从100往下推 这是我们两个 我们常看到的一个建成的概念 你要这个基本概念 我们才能够往下降 好 所以呢 那我们就开始可以了 你看这个是一个原始档案 这个我们今天 这个我们有点进阶就不讲 就不讲那个 你怎么把影片拉下来 影片直接拉下来 影片拉下来 这个我就不讲了 反正 我这个有两个影片在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我们两个影片在这个地方 好 那现在我们要对这个影片呢 做某些变化 点它 所以这个红色的地方出来了 那找滤镜 OK 我们直接找滤镜 找滤镜 找什么滤镜呢 我们这个地方滤镜 点一下找滤镜 这个地方加号 我们找到那一个 你可以找视讯这里 那你视讯这边找到呢 把信心打勾 就会变成是在那个收藏的那个地方 我们找的是 到哪边去的 我们找的是建成 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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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建成有 我已经打信心了 你也可以按这边 那建成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么小 我们先把它改 改 位置呢是00 好不好 我们先把它改成位置00 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00 从这个地方开始算 大小我们已经讲过了1920 1080 有没有 这是我们 那个video的一个大小 所以你看这个建成的这个区域就拉出来了 对 透过这个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用拉的 我只是让你理解一下 那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说颜色 没有 从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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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从白色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可以点一下 你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对不对 他就跟你讲 就会是挑一个喜欢的颜色 这个你也可以点一下 他跟你讲现在这个是黑色 他就没有打勾 跟你讲现在这个是黑色 这个点一下 点一下 嗯 他可以这个地方打勾 告诉你就是白色 换句话是很明显 他是两个不同颜色的一个一个变化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颜色改成黄色 可不可以 OK 五五黄色出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给他改成建成好不好 这个第二次建成 就会出来了 那你说怎么看不出来是黑色的 你先不用管啊 因为 又变成黑色了 这个也算奇怪 好 就会是这样子 不晓得Bug还是怎么样 那黑色的跟那个透明 其实黑色本身就是透明 好不管啊 就会是这样子 看一下 还是黑色 那颜色又没有选对 就有时候会有Bug 你看我选这边又跑来这边了 来 那个 透明 好 就会是这样子 希望他是透明 因为我说黑色跟透明 他他会 弄弄在一起 那有没有透明呢 没关系 我们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看这个地方 正常 你要用什么 用这个荧幕 现在你看不到 因为现在是一个建成的颜色 你要把混合的模式改成什么 荧幕 就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你改成荧幕就出来了 所以显然这个黑色 因为Succat代表就是这样 黑色本身就是代表看不到 其实你如果有学过那个 那个蒙版的概念 就会是这样子 就会是一个这样子 不管 反正就是你先把它选透明 就对了 好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有没有 从黄色到透明 从黄色到透明 有没有 就出来了 就会是这样的东西 那么就看一下位移什么意思呢 各位你看位移 有没有看到黄 位移 黄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不对 黄越来越多 这个地方越来越少 对 我们用这个概念就是来讲 就是说 其实这边也有 你看我这边如果再点两下 就跑出来了 好 然后这个又是橘色 你看这个地方就跟它橘色 又跟它拉到100 有没有 就变成了 它从这里到这里都是100 从这里到这100 然后呢 这里是从100到0 所以它本来是 从这里到这里是慢慢变化 那现在这里到这100 那这里到这里变成0 那变化就变得比较急速 就变得比较急速 换句话说 从这边到这边都是100 然后这边是100到0 之前的原始状态是100到0 就会是这样子 那 它现在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 这里到这里都是100 然后没有 如果你拉到这个地方 全部都黄掉了 那你如果0就是标准的样子 这里是100 这里是0 它逐渐慢慢的过渡 有没有 那这样子一个基本的所谓的 你用漸层的滤镜 然后来处理 这个地方记得把它转萤幕 这个地方很多人 你不用的话 你不用的话 你无的话 就是变成标准的那个什么 我们就要漸层的板在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漸层的板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跟它选 又是黑 黑就是0 认真讲黑 黑就是 就是在 黑 就是透明 就是这样子 好 OK 我真是可以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比较排除 没有 排除就很好看 有没有 这样子你再变化 颜色就 有没有 它颜色就很好看 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 这样你就知道我们如何使用 漸层的颜色 还有很多的排除 那比较加深颜色 又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变化又不太一样 我还有这样子 好 还有这样子 换句话说 理论上 一般而言 我们都会用 荧幕 这一个 它就是最简单 把黄的 你会感觉把黄的打进去 就是这样 所以 有时候我们要制造一些颜色的特效 变化 它的感觉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我们把它放到 差异化 好 差异化看起来比较 比较变化 然后这个地方你看 哦 这样的变化 好像很厉害 好像一闪而过 就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 影片播放过程中 这样的变化 这我们讲过 这个叫keyframe 好了 首先这个影片 我们先要切断一下 就这个地方 切起来 在这个地方 切起来 我们只处理 我们只要在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变化 好 然后呢 跳到这里来 跳到这里来 好 ok 我们跳到这里来了 好 从零开始 从这个地方零开始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零开始呢 我们就 位移 位移 位移开始 好不好 我们先让他跑 从这个地方位移啊 位移 跑跑跑跑跑 跑到这个地方这边 来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 好 好 我们先开始 点下去啊 这个地方要开始做keyframe 这个如果你还不会的话 我有教过你 从零开始 keyframe 其实就是个变化了 好 我们先开始让他跑 跑一下下 可以跑到这边 我们从这里 跑到这里 开始 看一下 对他 他这边不能做keyframe 没有keyframe的符号 我刚才看错了 好啦 那就是你只能 你只能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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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到你要的颜色 就就是 就是这样而已 换句话说 啊 我们今天教你的指示 让 这个地方有那个 啊 有颜色上的变化啊 透过 建成这个作用 就是这样 keyframe这个地方功能 没有啊 keyframe我还没有认真教 下一次我再认真来教 keyframe 播放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 播放的时候 他本身就会产生变化 好 那有那种功能的 这边都会有符号 那那这边没有 那个符号 那就没办法了 软体没有到 那一个地方 好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让你知道可以产生变化 透过建成这样一个滤镜 来产生这样的变化 好 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